四个人 六个菜啊 地道的老淮阳菜啊 看一下 软兜长鱼 这个是虾仁大煮干丝 再来一个 爆炒腰花 盐水鹅 大肉圆子 猪头肉 这一桌不到300块钱啊 在北上广生那些高浪的淮阳餐厅 你们帮我算一下 这一桌能卖多少钱 8块钱一个的大肉圆子 兄弟们 今天我们在扬州高游啊 吃一个没有菜单 有什么吃什么的馆子 而且厨师老爷子啊 脾气不太好 高峰期要预定提前一个月 只有荒菜没有素菜 来来 我们看老爷子烧的什么菜 这什么菜 这是烧肥肠 哦 烧肥肠 出锅了 出锅了 啊 出锅出锅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漂亮 这个菜啊 我最爱 这个是什么菜 昂子鱼去了一块肉 师傅 嗯 这个是什么菜 这个是金丝鱼 金丝鱼 嗯 那这个叫取鱼片 取鱼片 这个炒的是金丝鱼片 哦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是金丝鱼片 这个菜多少钱 多少钱一块 这个菜 一般的百十多九十八 今天还有吗 今天没有了 没有了哈 没有了没有了 哇 这个菜厉害了啊 讲究啊 老爷子这个要花给我也来一封啊 好的好的好的 一封就是一只吗 嗯 一只鱼 两只一只鱼 一只鱼 大的就是 一只鱼 小的就是两只 哦 小的是两只 新鲜 腰的 去腰筋 切腰花 腰花一盘多少钱 三三五块钱 现在的东西贵了是吧 原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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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早的时候 你这一盘腰花 卖多少钱 十五块钱 一买过的 二十块钱一买过的 还原来 现在东西贵了 出去 出去 涨牙了 再浇点卤子 带劲啊 老爷子再改刀腰花 哦 浇点鹅油是吧 鹅油香 对对对 鹅油香 绝对是下酒的好菜 给我端吧 大爷 哇 漂亮 这个腰花切的有手艺啊 我们点了六个菜 腰花 嗯 猪头肉 老鹅 嗯 肥肠卖完了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大肉圆子 还有什么 好像这是六个菜啊 来看看 这个都是白糖啊 上面啊 白糖 会不会太甜啊 不一样的 它有点平 哦 这个花刀确实漂亮 不过你 这个是整容 洋州高油的 老烧法是吧 对 腰花出锅 正宗 洋州 高油 老式烧法 浓油赤酱啊 大肉圆子 兜起来 一人一个 四个人啊 这个多少钱一个 八块 八块 扎实啊 小伙慢慢喂出来的 哇 全蒜盘上 哈哈哈哈 这个蒜盘有多少年了 哈哈 吃不大了 不能打扰阿姨算算啊 这边是刚出锅的炒肠鱼 撒的 炒肠鱼 软豆啊 软豆 有什么区别呢 肠鱼一斗了 它斗了全都去壁 哦 就是肚子全去掉 留几倍 全都去壁 软豆 来 四个人 六个菜 打入园子 倒起来 兜起来 倒起来 这个是老朋友了啊 我来看看你是怎么兜的 我来看看你是怎么兜的 高油菜 好吃怎么讲 好吃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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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哇这个太过瘾了 如果说 高油最具代表的一个菜 是不是就是这个大鱼丸的 对 今天这一桌也算高油老菜了啊 对高油老菜 四道的高油土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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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来吃吃吃 你的主场 行 家庭四点 抖 抖 鹽水鹅这边是灵堂的出名是吧 对 它这个鹅 挺辣啊 刚才老爷子讲 辣入味 一般饭店都不得和孙庄天是辣 它这边就是自己卤的 嗯 味道更好 孙庄餐子是什么意思 孙庄餐 就对于高油有专门们卖这种孙庄的摊子 哦 啊 新商啊 对 它这边就是自己弄的老鹅 正东的老鹅 就是批发来的是不是 对对 嗯 来 下个菜 非常甜的高油 爆炒腰花 对 以光帮你炒腰花 哦 还有这个菜没上 没点 肥肠没有了 肥肠没有了 还有汪豆腐 对 汪豆腐 嗯 汪豆腐也是高油名菜啊 对 哇 高油菜硬 太硬了 软豆 这个和藏鱼不一样 嗯 因为它是用在这个藏鱼里面的几倍 哦 所以比藏鱼要贵得多 就黑的那块是吧 对 这盘是 90 这一桌 不到300 最贵的菜 最贵的菜 90块钱的 软豆 但是这个没那么甜啊 咱呢 大煮干丝啊 它这个自己切的干丝啊 说是这个干丝切的 就太刀工了 细的可以穿蒸的啊 而且上面是我们的和虾仁 高油糊的虾仁 哦 好吃的 对吧 那是哪 那是哪啊 嗯 发音还准啊 就确定 嗯 这边也猪头肉 我的对 猪头肉也是它自己做的 很清爽啊 没有那么多大料的味道啊 这个菜吃的舒服 来 欢迎 全国朋友们来高油 都大了鱼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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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老的花洋菜啊 吃老的花洋菜 确实味道不错